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整个转型切入到所谓新人员市场 不管像是这种电动巴士的动力系统 还有日前刚上线的这个电力的一个交易平台 是他未来成长性非常高的一环 跟您报告我们台湾国内已经有电力交易所了 玉塘生产出1万度电 我瑞涵缺了5000度电 我就跟他买就在那个交易平台撮合 对对对就是不是只有台电可以卖电给你 这些民营企业有这个除名系统就可以 那最近这一个月是融资减外资买 来看一下大董的期待性 第一个就是刚刚谈到这个电动巴士的 这个动力的一个核心的马达 它是台湾第一个开发出电动巴士 高达250kW的动力系统 就是可以这种大巴 12公尺那种大巴可以行走的 而且还可以爬坡 当然国内也先供给 然后国外的部分预计就是明年 有机会拿到地上 因为国外市场更大 所以他国内外市场这个动力系统都吃了 对 而且这是卢明光在之前 前一阵子都有特别召开他的这个发表会 这是他最引以为傲 自豪的一环 那就是刚刚谈到的 这个电巴的动力系统 明年就会下往海外 这是第一个 所以不要把大同一直想着卖电锅的 现在大同宝宝要找都找不到 是有卖电锅没错 不过不是他最重要的活力来源 现在的地固已经不是他的主力产品了 现在转到电力系统 新能源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谈到这个 受电的电力交易平台 那其实他在这个能源的这个储存系统 其实做得相当不错 我们先讲这个所谓的 这种电力交易平台的运作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电力公司嘛 这是时间白天这样供电 那太阳光在发电的时候 也许现在还用不到这么多 他储存系统 比如说大臣他有一个储存站 他可以先把电储存在他的这个电池 储存系统里面 这样的 然后等到可能用电的高峰 这个就是用电量的走势 用电量的高峰 比如说到晚上 这个五点八九点 这个用电量的高峰了 那大同就可以把他的电释出来 比如说你有够电的 或者是维持这个频率 电转频率的稳定 让整个电压不会失控 我们有时候不是会突然跳电 那就是那个电压突然不稳 这个也是这个台电在做的一部分 大同其实在这个技术是相当好 因为他在当时的大元 这个是400万瓦的存能线 是台湾第一家通过台电调频 倍转这个辅助服务能力测试通过的厂商 第一家通过的 所以刚刚谈到 电力交易平台的上限之后 其实这个商机是上看百亿之多 因为我们国内终于可以把 用电的尖峰跟离峰 抓到一个平衡的平衡点 才不会不需要用电的时候 电一直给给给 然后用电量很大的时候 电都一直进不来 是这样的 那电的应用更有效率 好 所以大同 华丽转身到新能源市场 大同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外资跟这个融资 可以看一下 外资跟融资 对 其实在近期来说 它是属于创高之后的一个拉回 那目前来讲 我会觉得月线这条绿色的 对 月线 大概是34块9 或35块这个整数关卡 34.8倍 对 这个视为支撑 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一波是外资买上去的 对 结果这一波 从大概11月份中旬开始 融资一路减 但是外资没有卖 外资这一波买了十几万张 它没有卖 而且跟您报告 等同于散户把手上的大桶卖掉 全部被外资大咖给接走 对 股价涨了 那你想这样子拉回来 不是说外资买上去 再把货倒出来 不是 外资这十几万张还包在手上 所以原则上第一个 你现在进场 即使买的平均成本 比外资这一波还便宜 因为外资 这都是外资买起来的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刚刚谈到的 这个新人新气象 原则上我觉得 对大同的一个转型 我们可以比较乐观期待 35块钱防守住是多方的 这个大同的多方价格 来第二档 第二档是一粒店 这个做这个抬头显示器的一个产品 就是车用的一个组件 那他昨天公布出来的 10月的EPS表现相当不错 年增了450个percent 四倍半 对因为出货算是已经 慢慢的步入在高峰期爆发期 筹码面是属于资增价强 资增价强 那个用借钱买股票的融资 有机会是主题大户 对 K一粒店 这是非常强势的个股 金涨平板 对金涨平板 对那这个就是刚刚谈到的融资 这个融资呢 就是刚刚瑞涵谈到的 绝对不是散户 对 好你看 可以从一路这波起涨点买起来 你说散户可以把股价买起来 我是不太相信 就像玉党教大家的资增 价强 能够一直资增 它的钱是多的 所以主力大户 对那这个族群都很强 我们昨天还有谈到的 像3701的大众控 也是做这个ARHUD的部分 那原理上我会觉得 它视为指标观察 这个地方不太适合 太过积极的追进 多单续报就好 有的你就抱着了 好 对就恭喜你 第三档了 第三档我抓的也是有做 这个像是ARHUD的 投影设备阳明光 因为它本来就是在 这个苹果AI眼镜 已经被外资 之前报告就谈到 它是主要的供应链 那再来像是ARHUD 它也有做 而且还有一个像车用的 这个LIDAR光达镜头的 一个部分 它也是有跟很多的车厂 去合作 赶快看它的基板面 好 第一个刚刚谈到 这个ARHUD 它是半自动驾驶 不可或缺的配备 大概是在LV3到LV4 大概都会配备这样的一个产品 跟您报告 电动车呢 自驾车 它总共有五个等级 从LV1到LV5 LV5昨天说过了 就是呢 你坐上车开始睡觉 台北开到屏东 你都可以安人到家 至货化最高等级 但是如果到LV3已经算高了 已经算高 LV3就是可能在特定的路段 可能在高速公路 就是可以比较放心的一个驾驶 那预计这个ARHUD的渗透率 2020年大概只有3% 非常的低 但是到2025年 预计可以渗透率到50% 这么厉害 就是很多车都会有配备了 渗透率一半以上了 对 这几年就会成长 所以很多公司刚刚谈到 为什么获利很好 固定股价产 就是走这一块 观众朋友 你不要以为很远 明年就2022 2022要来了 22232425 四年内 对 所以刚刚谈到阳明光的部分 不管像这个车用的 就是你就只要往前看 这些资讯都在前面 甚至是骑机车的也有 他之前阳明光有跟这个大厂合作 安全帽的部分 骑机车的也有这个 围头影的设备 所以安全帽那个 那个帽子的 对 围头影有个小镜片 有个眼镜 对 有个小镜片 然后会投影出来 比如说路线怎么走 一些相关的资讯都在上面 可是这样不会分心出车 不会 就跟汽车一样 它是更安全的 因为你不会像开车 你不会要看那个荧幕 这样东看西看 就直接往前看 你就是往前看 看这个又看那个 对 你不用看 有这个投影设备 其实是更安全的 那再来这个苹果的这个AR眼镜 预计可能最快明年下半年亮场 这个是示意图 我不确定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还没有正确的图形 这也是阳明光有做 那刚刚谈到车用的赖达镜头 明年预计有三到四倍的成长 所以营收的一个期待性是有的 回到自卡楼杨明光筹码灭 法人是正在买方的K 对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说刚好这一波 它测到紫色这条期限 119.76抓整数120 然后外资这一波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在这个地方 季线大概120四维支撑 或许有机会展开反弹 120 接下来第四档了 好南电的部分 因为像是高速运双AI 5G 它会带动整个载版的一个需求 所以它资本支出 未来这几年是成长 因为下雨需求很强 那未来五年载版的市场 年复合成长率 依据有15个percent 算是非常高度性的成长 而且这个月 外资又买了7000多张 南电K 南电股价是创历史 高600多块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有讲过 如果说你真的要进场 这个整理平台成立 其实是一个你上车的机会了 但是这个地方又喷出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 时间暂时不追高 来我们秀个通通好不好 就在今天呢 ABF载版 高阶载版这些的通通 好像市场人气又集中在这儿 你看要跑个一两页 PCB叫印刷电路版 但我们现在在乎的是高阶载版 晶片要站在载版 再站在印刷电路版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高阶载版 回到刚刚的那个南电 K 是不是2022的明年 它的期待性毛利率还是往上看 没有错 懂了 那我现在操作怎么办 有的绝对暴折 那没有的话 你就期待类似像前一波 有在侧五日十日 横向整理的时候 你再考虑上车 也对 时间拉长一点点 我看他有没有一定喜欢走的路 有 整理过后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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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等整理 你就整理等了 对对 那有的你当然绝对是暴折 因为外资都在买 好 那下面两档 其实我抓的都是PCB的个股 不同 因为肩点是这个南电的这个钻针的供应商 钻针是什么呀 因为在这个载板上面你要打洞要埋线 线 因为像载板很多层线路要通过 而且像那个孔是越打越细小 那个脚针要占了 没有没有中间都会很多 对对都会有 那钻针的供应商 尖点就是供应给南电 好 新兴 载板三雄全都是他的客户 那原理上他高毛利的产品比重出货是增加的 今年预估赚3块3 本益比其实蛮低 因为股价才41块 那我们算一下 你如果 那全年在这今年 明年大概可以赚多少 明年如果毛利再增 我觉得到4块都有机会 来41.75除以4 明年的EPS 本益比才10倍 真的太委屈了 那外资最近转卖 而且借倦卖出的余额也减少了 代表外资的心态已经翻多了 翻多了 看一下经典 我们看一下经典 经典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落后补涨的机会 因为它的大客户都在涨 明年资本支出也增加 而且今天线糊麻花 对 线糊麻花 然后季线这一条 可以四维支撑 大概40块6 今天站上了 对我们再放大一下 我们上半段的教学 它也是过了礼拜五黑K的高点 漂亮 对 所以原本上这种算是比较强势 而且有补涨的一个机会 最后一档了 是竟宏 竟宏也是PCV 只是做不一样 它做的像是在车用 低轨道卫星 车用是它最大的一块 因为车用它的全球市场 大约10%第一 那美系的电动车 Tesla Rivian Lucy 全都是它的客户 跟您报告 就在今天早上 就是前一天 这三档标的 涨幅都在6到7%以上 对 说到美股这三档都涨 然后资争价强 资争价强 赶快看一下进棚 突破然后拉回整理 然后今天也是再拉一根红棒 那原则上我会觉得说 如果接下来有机会 回测短期五日线的话 应该是低阶的时机 请问一下这个多方缺口 也就是今天的开盘价 这开盘价34.15 多方缺口如果怎么样 都防守住就意味着 所以三天没破代表说 这个是主义强势的多方缺口 感谢玉堂 非常感谢您 谢谢了 请回座 今天的量大任门股不多 我们就抓6档 那么听到玉堂抓的 能够受到法人青睞 量又大 只证明了未来趋势 他 catch住了 大同 还有包括刚刚杨明光 就是这样的代表 其他的做什么产品 未来期待跟筹码面 就不足以赘述了 大同看一下 他已经变了 不再只是电锅了 华丽转身 他主攻到新能源市场 国内国外市场都吃 电力交易平台 他也是餐一卡的 所以大同已经欲火风黄了 阳明光的部分 他强项是在 云宇宙 AR装置 这些都是期待性 重点是有业绩的展现 还有未来的业绩的展望 这才是关键了 总之这几档标的 你看我刚刚讲 看未来 看趋势有多重要 这样的结论 玉堂没错了 没错 感谢您了 见广告 回到向外之后 这个趋势方向更正确 要不是见重说 我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 第四代半导体了 而且要做第四代半导体 好像钻石也是一个重要材料 因此现在人造真钻 更加珍贵 我们请现第二个大独家 真钻 人造真钻 来到了现场